女人只是想做个全身脱毛 没想到头顶的疯蜡不小心打翻 一脸盆的疯蜡都倒在了她的脸上 等工作人员回到房间时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女人的脸上被疯蜡覆盖 疯蜡冷却后牢牢粘在了脸上 她已经透不过气来了 工作人员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等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 还好女人还活着 可是必须马上进行救援 不然女人可能会窒息而死 救援人员立即用手术刀 为女人打开通气孔 经过队医的检查 发现女人的口腔也被疯蜡封住 必须立即送到医院救治 队员将导气管插入女人的气管 然后将氧气面罩为她戴上 等救援人员准备将她抬上推车时 看见了女人手上戴的手镯 发现这个女人还是老熟人 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个女明星 因为最近的运势很差 她让自己的助理帮自己购买了一个幸运手镯 女明星迫不及待地戴上了幸运手镯 然而下一来 助理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救援队火速赶到现场 幸运的是女人并没有生命危险 队员们尝试把台灯抬起来 但是台灯陷入了地板之中 救援队准备拿切割机切开台灯 可女明星还在担心 自己的幸运手镯有没有摔坏 就在救援队问女明星 有没有哪里疼痛时 她却说自己的脚没有感觉 女人花九块九购买了一个幸运手镯 等她戴上手镯时 房顶的台灯突然掉了 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身上 救援队火速赶到现场 女明星却告诉他们自己没有疼痛感 于是队员脱掉她的鞋子 拿出工具开始挠她左脚的脚心 女明星立即哈哈大笑起来 可就在挠她右脚时 她却没有任何感觉 救援人员觉得她可能挤住神经受损 立即用切割机把台灯切开 幸运的是女明星又脚有感觉了 女明星觉得是幸运手镯发挥作用 随后救援队将女明星送到医院救治 等救援队再次去救援时 发现一个女人被疯落倒在了脸上 直到看见她手上的手镯 这才认出了她 救援队经过一番折腾 再次把女明星送到医院救治 可等救援队收队回到基地时 发现女明星的手镯掉在了车上 队员见状纷纷不敢去捡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霉运手镯 可偏偏有个队员不信心 直接伸手将手镯捡了起来 然而下一命 一个队员直接就摔倒在了地上 队员们直接惊呆了 随后他们还发现地上全是汽油 还要立即撤离基地 队员们对霉运手镯相信不已 他们赶紧把手镯还给了女明星 可女明星拿回手镯没多久 霉运再次发生了 这天女明星来到一个水晶店 准备再给自己购买一个幸运水晶 她看中了一块紫水晶 正准备伸手去拿食 女明星突然听见助理的惨叫声 紧接着助理捂着肚子走了出来 原来她的腹部被水晶刺中 随后便倒在了地上 店长马上打电话请求救援 可话还没说完 店长和女明星就一起晕倒在地 女人只是戴上了转运手镯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头顶排得打中 等她治愈出院 女人又在美容店被疯蜡封住了整张脸 不信邪的女人来到水晶店 准备再买一个幸运水晶转运 可助理不知道为什么被刺中妇 而且自己和店长都昏迷倒 救援队来到现场 又发现了女明星这个老熟人 本以为是煤气中毒 可店里根本没有煤气管道 原来是助理腹部的石头接触到胃酸 产生的气体让在场人昏迷 经过调查后 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男人 另一边女明星看完受伤的助理 在开车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自己 他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逮捕了司机 而女明星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利青车上 滚烫的利青将整辆汽车覆盖 救援队立即赶到现场 他们切开了汽车尾部 将氧气输送进汽车 随后清理掉硬化的利青 终于将女明星救了出来 佛伯乐对司机进行了审问 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司机是个首饰店店主 他卖给女明星的是个假手镯 因为女明星在网上直播开箱 而男人卖了很多假手镯给名媛 他怕假手镯的事情败买 男人跟踪女明星来到美容院 是他不小心撞翻了风了 第二次又跟他来到水晶店 被助理发现起了冲突 最后他开车跟踪女明星 想要直接抢走手镯 这才被当场抓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好运和没运 我们要相信自己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